他在以前在佛洛瑞的建立过五所教会 现在是台湾亚细亚神学院里面的教务长生 所以经验之身 他身体看起来比我还年轻 脸上油光光的 我昨天问他 他说他今天还帮我拔麦 我需要多喝点水 我每天喝很多的水 从一大早起来 我就喝蜂蜜柠檬 我就喝咖啡 然后我要喝茶 但是我很少喝白开水 不行要喝白开水 从明天开始 我今天晚上就要开始多喝白开水 对身体健康 他也是学养生学的博士 所以他对各方面都有非常多的 你们今天来到这里 都是有福的人 感谢赞美主 我们现在可以公司一个掌声 我欢迎他 大家好 今天晚上 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 你们每一天都会经历到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 英文就是 How to face problems 你们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就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就有问题 看不见问题是最大的问题 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想一想 有失入就有出入 可是你有问题 你要怎么样来看待问题 我们要用正面的态度来面对你的每一天 这个是今天晚上我们所要谈的 那我们来谈一谈 那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说 那圣经我们一起来读 这个是约翰福音16章33节 我们一起来读 来 我把这件事告诉你们 是要使你们跟我联结 有平安 在世上 你们有苦难 但是你们不要勇敢 我已经认识了 不是这样 好 这里 你们找到什么 这里告诉我们说 你要跟我联结 跟我 我是谁 跟耶稣连结 那么就有了平安 换一句话说 你跟世界连结在一起 你会有平安吗 哇 有灾难 对不对 好 有很多麻烦 可以 所以我们要必须要跟什么 耶稣基督有连结 有没有听过 有关系就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就有关系 没有关系 一定要找关系 对不对 要跟谁 有关系 跟耶稣有关系 他这么说 在世界上 你们有苦难 但是你们要勇敢 对不对 既然有苦难 你们要不要抖地起来 你们应该怎么 要勇敢起来 所以刚才我们上有一天 对不对 有一天可能你会 掉在人生的低谷里面 但是那一天 有一天 又是那一天 我们的神要把你什么 就拔起了他 对不对 所以你们要振作起来 你们要有勇敢的心去面对 为什么 因为耶稣说 我已经胜了什么 世界了 胜过了世界 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是什么 有什么不好 这个世界有很多地方 会让你跌倒 你知道吗 世界上的事是什么 眼目的情欲 有没有 坐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和今生的骄傲 这些都不是从神那边来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 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 我们就可以胜过世界上很多很多的引用 那么这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话 所以十六章三十三节这么说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这个是另外一个版本 你们的圣经里面的版本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需要叫你们 在我里面有什么 有平安 我很喜欢这一句话 在我里面 隐秘 在我的里面 在耶稣基督里面 你有平安 可是你如果在世界里面 你们真的是有很多的trouble 很多人都是说 什么 不信到信 以前我也是不信 我在世界上 什么都可以做 对不对 可是发现做完的结果 我心中非常的空虚 但是我知道 可是我都要知道 耶稣基督以后 我的生命 真的改变了 在他里面 我就才真正的找到平安 peace 对不对 好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这两节是一个不同版本的修法 但是你们想一想 想一想 什么叫做苦难 这个苦难 在真正的原来的意识里面 是告诉我们这苦难是什么 你有没有受到一些压制 有没有 有没有情绪上受到很多的压制 可能来自一个好版的压制 可能来自什么 你另外一半的压制 也不一定 有没有受苦 有没有人有被受伤害过 有 有没有人受到很多的试炼 什么叫做试炼 试炼跟试探 都是什么 来自于同样的自根 都叫做trile 有的时候我们叫做trile 但是无论的都是试炼 那么你们内心 我们特别是我们宣布的人 在这里 有没有哪一个人是abc 没有 都是obc 对不对 什么叫做obc obc 文changese 这个意思就是 你从中国来的 或者是从台湾来的 我们叫做obc 什么叫做abc american 文changese 不一样 你们来到这里 因为我也是obc 我来的时候有没有麻烦 有没有愁怀 有没有苦恼 有没有挫折 几乎 不是每一天 但是常常什么 都会碰到的问题 好这个就是 我们在世界上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苦难 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一定有平安 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 但是你们可以放心 放心 对不对 那么我已经胜过了世界 好 所以今天晚上 要来谈这个问题 如何来面对苦难 如何来面对你的问题 可是要面对 要怎么样的面对 我整理我所有的讲道以后 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就要以正面的态度 来面对问题 有没有知道我的重点 以正面的态度 什么是态度 等一下我们讲 OK 好 有的人说 牧师 你先 我现在都没有问题 现在都没有问题 但是不代表 你永远都没有问题 对不对 所以刚才我们说 有一天 有一天 三天 有一天 可能会遇到问题 但是那一天 你遇到问题的那一天 你有神在你这里面的时候 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 那些问题就是什么 你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 我特别要强调的是什么 要用正面的态度来面对问题 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去了解的问题 所以刚才我说了 如果看不见问题是最大的问题 有问题就没有问题 为什么 你们做过工程的 在这里读书的 留学的 在工作的 有问题就没有问题 为什么 你会去找答案啊 你会去醒教 对不对 都没有问题 我告诉你很简单 你不去做一定没有问题 对不对 你去做一定有问题 因为我在训认我的学生们 他们都 我没有问题 他去做了马上有问题 OK 没有问题 他们会问啊 所以变成没有问题 如果他什么都不做 就知道吗 就没有问题 但是有人去做 看不见问题 那可能大了 他完全都不懂 那是最大的问题 对不对 我想你们会经历到这样的事 那么我们再看看喔 这个这句话 是从天下杂志里面 那么第437期里面 是海亚集团总裁 张瑞敏他的语录 他怎么说 他说看不见问题是最大的问题 他说没有思路 就没有出入 什么叫做思路 你们会不会用心去思想 会喔 很多人碰到问题 在北美的时候 我开座教会 我们很多的教会的弟兄姊妹 他是工程师 哇他们逼着他 什么时候要什么 要把这一个project finish 可是他有没有帮我finish 快要到了 没个人紧张死了 对不对 他们最后的问题是什么 一定来到神的面前神啊 需要你的帮忙 所以他们要怎么做 他们就第一个 他们单独与神在一起 你们都不要吵喔 手机都拿走 他一个人跑在旁边 在那边思考 在那边想 神啊 我要你的帮助 诶 上帝是信使的 当你需要的时候 是不是 所以 那一天 嘿嘿 当你需要的时候 上帝就来到了 帮助你 这是很重要 所以你的思路 就是代表你的思想 对不对 你会去思想 就有出入 有的人忙到 多 连想都没有想 回到家里怎么 洗完澡 就睡着了 有没有 有这样的事哈 OK 所以我们必须要用心 怎么去思想 这是很重要的 他在怎么说 他说 人总是从平 态当中 获得的教育 比较少 从磨练中 获得的教育 比较多 一个人在年薪时候 能够经历到磨练 如能正确的去看待 那么冲出黑暗 那就是一个值得 什么 敬目的人 假如你 在人生里面 到目前 你都会一直在 被考验的当中 在try 的当中 在被磨练的当中 你会快乐吗 当然不会快乐 他在圣经是刚好颠倒 他说你一定要快乐 因为 人要经过磨练 考验以后 那个生命才会什么 才会成熟 那个生命才会美 如果不然的话 不美 任何一样东西 如果不经过考验 都不美 经过考验以后 就很美 任何一个 你们用的 今天吃的 看着很多东西都经过佛的考验 所以才会美 说出入在哪里 你一定要想到 你的出入 在于你是怎么样去想 OK 我们刚才说 态度态度 什么是态度 有没有听过 态度决定你的高度 有吗 有没有说 格局决定你的结局 好 态度 什么是态度 人家说你这个态度非常不好 什么是态度 what is the meaning of attitude 什么是attitude 人家说态度不好 怎么说 你的态度就是在这里 那么 John Maxwell说 态度是内在 我观议的可能比他好 是内在 情绪 所缓定出来的外在行为 这个叫做attitude 内在情绪 你的情绪好不好 外在行为会不会表现出来 你今天很高兴 看一下就是什么 叫笑容 对不对 你情绪不好的时候 可能脸上什么 无瓜 对不对 这很容易告诉我们 你的现在怎么样 你的表现怎么样 你的态度怎么样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我们要学好 所以他写的这一本书 态度是你至圣的关键 你要得胜 态度 very important 他怎么样做总结 这本书里面的简单 他说态度他是真我的什么 宣告 我的态度就是告诉我就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有没有 那如果告诉我们什么 他可能是我最好的朋友 也可能是我最糟的敌人 为什么 因为他能够吸引别人来什么 心近我 或者是远离我的最重要的因素 有没有 你的态度会告诉别人 心近 你的态度会告诉别人 离开你 远离你 这很重要 他比我的话语更加什么 诚实 有没有 你表现出来就是告诉别人 我就是这样 是显于外表 他意识 这我们未来的一个先知 是你要失败 或者是你要成功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要学习的 好 那么另外有一个人 刚才我们讲 John Maxwell 他会不会 解释什么叫做态度 但是有一个人 他的名字叫做Paul Mayer Paul Mayer是美国一个教育选家 又是一个心理学的一个专家 他怎么样说 他态度是一种我们思考的什么 习惯 改变态度就必须改变我们思考的一个模式 这个就是他真的态度是这样 思考的习惯 改变态度 就要改变我们思考的模式 这两个有没有冲突 因为我是当老师的 所以有些说 有些像这样上课 不过我们要了解 刚才那一位说 态度是我们内在情绪 所反映出来的外在行为 这里他是说 态度是一种思考的习惯 因为你的思考 会允许你的情绪反映 阿们 你怎么样思考你的情绪 你知道吗 就会 就会有所影响 那么你行为就出来了 这怎么说呢 我曾经有遇到 有一位 阿 妈妈跟我在外面上谷 他告诉我说 我的女儿上班 哭了一天 他说为什么 他哭了一天 因为喔 他的同事 骂他 他说你这个人 怎么样哭 骂得他 好难过 从早上上班就哭 哭到晚上 他为什么哭 这个是emotion 他受到什么 大吉了 所以他的表现出来就哭了 为什么会哭 为什么会心情会那么 那么样的神闷 因为 他把人家的话 都把他什么 都把他想进去 在他的心里 所以他就喊了 对不对 如果他怎么讲 我才 I don't care 那就不会哭了 对不对 可是他很care 都换在他的思考里面 所以他就哭了 这两个不冲突 他说 可是他这个人 就是告诉我们说 是一种思考的习惯 我们常常 我们的习惯 自从亚当笑话以后 我们很多的思考习惯都非常的 孝极你知道吗 我们好的记得不是很清楚 但是有点坏的一定记得很清楚 所以这个很重要 是思考的一个习惯 可是要改变态度 就要改变我们思考的模式 从消极 变成什么 积极 你知道这样 就是一种一种态度的表现 所以 他也要说 说到这一句话 他说一个真正成功的人 就喜爱这一句话 他说态度 决定你的一切 他不是只有知道 而是盼望我们可以身体力行 我们知道以后 我们就要把它做什么 行出来 这是很重要的事 地方 态度 我们说态度是定义 定义好了 我们看看态度的重要性 刚才我们讲说 态度决定你的高度 我在台湾教书的时候 很多人问 牧师 态度决定你的高度 英文怎么说 有人说 attitude determines your height OK 但是你知道什么是高度吗 你们做飞机 从中国到美国来的时候 飞机飞的高度 最高的时候 都是些高度 就是 auditude是多少 几万英尺高 对不对 他用这个字 auditude 对 那个 你的 altitude determines your altitude 就是决定你的高度 就是决定你的高度 但是就是学历 精力之外 人格特质的总和 所以你这个人 人格特质很重要 对不对 你不要怕人家看不起你 假如说你有很好的什么 叛度 你会决定你的高度 人家不喜欢你 非常喜欢你 因为你的班底群 怎么很吸引别人 这个很重要 所以不要看别人怎么对 要看我自己如何 所以这个很重要 是学历 精力之外 人格特质的一个总和 他说 在另外一本书里面 谈到 改变态度 就是改变一个人的人生 他这里面怎么说 他说 态度比你的过去 比你的教育 比你的金钱 比你的环境 还来得重要 他说 80%的CEO 你知道CEO是什么 不是靠特殊的才能 而是凭借着态度 达到目前的地位 所以态度是 非常多一点 我们再看看 这本书 这个阿伯德 这个人是